新野有怪獸專家Digba 不是專家 我是喜歡玩 我是演者專家 2001年的哥斯拉 也是一個新出的大膠系列 平靚正 現在的大膠質素都… 平靚一百三十多 對呀 你有這樣的質素 真是想怎樣 這個就是我喜歡玩怪獸的朋友 肥肥的朋友告訴我 這個白眼的… 用… 刺激就可以了 刺激的位置 非常方便 白眼哥斯拉是比較少產品的 這次的一個也一百多元兩萬 上色也不錯 是不錯的 牙齒都看得很清楚 而且你會看到背部的棋子 深淺色也處理得很好 一百多元的貨幣來說 這個真的超級 好 去回正題了 Ding! 玩具TV第三十三季第二集 很久沒有開過這個操作 上次應該是設定 設定 今次用卡色的… 不要看手機 過來吹兩嘴 好 回來繼續 有什麼評價? 平靚正 好 平靚正 沒有炒 炒不起來 八九? 八九? 對呀 八九幾 原價八九幾 現在也是八九幾 這樣可以的 所以變成中… 不要說我喜歡不喜歡 你看完我們今集 合不合吃你才決定 會不會用八九幾這個價錢入售 好 水爺 好 好 合來講 其實大家都見慣的卡色的版本 很有這個卡的風格 大致 這個玩具的主體等等… 大家之前有入手到敵樹 是 我有 我也是持有之前的敵樹 我亦都再重新這隻敵樹 我也持有的 好 玩 非常之好玩 應該所有的東西 是一模一樣的顏色不同 有沒有這隻有上一模的? 絕對是不少的 當然 其實真的… 嘩… 又是膠紙都未撕 剛開的 厲害 所以… 玩具TV在這裏過癮 對呀 當然 都… 不要叫Side Track 其實阿寶專用敵樹 都有不少的版本出現過 當然最初就… 純粹是一個Color Tone 始終阿寶叫做在地上… 即是卡拉巴組織 駕駛過敵樹的 上到太空 最初都是用敵樹的 噢 它是在宇宙的 對呀 但沒有特別就著敵樹的外形 有什麼改動 是 接著就有不少的版本出來了 我撿上漂亮一點給大家看看 本來那隻敵樹的顏色就是藍色、綠色 對呀 對呀 接著我現在發現原來是卡拉巴的專用機 就變成紅白色的 不是 是因為是報稱阿寶專用 所以就用了紅白色 因為之後那隻SETA 它也是紅白色的 SETA PLUS SETA PLUS SETA PLUS 當然你說是否什麼專用顏色 我們不要談這些 這些沒有結果、沒有答案 又會吵架 對呀 太多專用顏色了 有藍白、有紫白、有五眼螺 有紅白 不是 就是看我兩種顏色嗎 有紫色是宇宙 另外就是6、21 那隻也是阿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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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好了 加了兩個Clay Bazooka 在背脊 整隻東西 好 焦點下去 焦點下去 按一按 就可以了 轉一個圈給大家看 看官徒沒有留意 原來是有陰陽色的 還有 對呀 那些深情迷彩 這個凸了出來 很有以前我玩 它有隻 是甚麼呢 是不是GFF 出過的 都是 那個色水 GFF的SETA PLUS 對 之前有隻合金 哦 是 是 是 SETA PLUS 根本就是 因為它報稱是阿姆羅專用色 紅白和藍白都是 實物比相鏡 可能更淺色 是 也是 那句 我們又說一隻滴鼠 大家基本上 玩得Car Signature 是絕對不需要擔心 它的外觀和外形 因為 全上色 凝度跌渣 工具 或者可能 我現在都拆了 麻煩水爺給 大家觀眾 看看今次 就是 叫做 翻出的滴鼠 給多了 或者現在包著甚麼 給大家看 有沒有多些東西 好像是多些東西 這個 這個上一陣是沒有的 這個形狀 是 因為本身它是地上戰的 滴鼠 是一部地上用的 MS 今次就是 宇宙用 加了這個 力奇大亞斯類的 驅俱器 當然 你要把它變回 地上型的滴鼠 是絕對沒有問題 有一樣東西 我想先讚一讚 你會見 它是用螺絲 來做這一個 接駁位 為甚麼無緣無故 會轉螺絲 下去 這個位置 換件的時候 相對比較受力 它就用了一顆螺絲 打穿了它 令到它的耐久度增加 亦都沒有那麼容易爛 這個真的是 一個頗好的設計 進步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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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工具來說 多到無論 兩支槍 兩支 重點 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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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cher 米加林子炮 這個 其實 都是其他部件 大家玩這個 SATA 3號機 都見過 但不要緊 放在滴鼠道 是它們的 配搭 和配搭 稍後 等下水爺 和大家介紹 因為 要加一個輔助臂 就可以很穩陣地拿著這棵大爺 先說一件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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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來講 這一個 就是 毒眼的滴鼠 原本的頭部 我想 都等你換 大哥 我怕 不小心拔爛了 便PK 除了他 既然是這樣 講一些機設的搞笑 為何滴鼠會有 這麼奇怪形狀的 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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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 對 大家都知道 原來是 原來是 那你再說 就是 寶柔從初的 歸縮狀態 再次 綻放出 青春的光芒 便變成 一隻成熟的蝴蝶 所以滴鼠本身的概念 是來自蝴蝶 真是 當然 就著本身滴鼠的設計 都是 說就是 卡拉巴的MS 始終 負責開發這個滴鼠的 都是 前置戶公國的技術員 所以 隔老哥的相應技術 都落在這個滴鼠上 現在看到本身 我想 我給大家看看 舊那個 或者原本的滴鼠頭 大家有對上一隻的話 如果你夠凶狠 你這個咀位 其實是可以拔走 當然是瘋死的 其實這個頭 下面已經有 這個 我叫做 Satter頭的下巴 不過 它就用了毒眼 以及 用了這個透明件做 而這個 濾高達頭 其實 也是有中間的 毒眼 不過 由這個 黑色 你不太覺得 兩邊 就加上 這個 螢光綠的 眼部攝影機 整件事就是整個Satter 這樣 所以 大家 一雞兩食 之前 要 行強 硬拔走 麵罩 現在就不用了 為了 我們放Satter頭 下去 阿水哥 你這隻的QC也不頑 很毒 所以 阿寶的 是鎖高達的 對 差不多很軟 但一換了那個 濾高達頭 整件事都不一樣了 是 好 阿水哥 你動還是我動 我先動 好 坦白說 頭部 你不可以有什麼 期望 對於這個可動性 因為 他這一個 硬硬蠶蠶的設計 令到他的頭 轉動 不要說 上下上下 就可以微微地倒下 左右 都會有干涉 所以 動的時候 最好就是 鬥高一點點來動 他就可以動得比較大 盡的 不要勉強來 背部也先說了 這裏有一定的可動 連推進器 亦都是有一個 上下可動的關節 幅度不大 但是用來擺姿勢 就足夠有餘了 那當然 最精彩的就是 這一個 推進器 連推進劑 的 歷奇戴亞斯 雷貝姐 你會見到這裏有一個波頭 而 接駁著這個推進器 有一個 橫向的關節 那 就直接 你可以見到 它是可以 玩到 接近對摺的 可以在造型來說 它就可以擺得更加多 之勢之餘 之餘 因為 你看到 在旁邊 它有其他的武器插槽 所以 變了 亦都可以 叫做 動前動後 吞一吞 就相對不會影響到 它擺了其他武器在上面 好了 上臂 上臂 因為有個 蝴蝶關節 所以 它那個 可動幅度都不小 一動 就一定可以 動到90度 一個橫切 再加一個 差不多 對摺的 手臂關節 可動來說 是合格有餘 動得很漂亮 另外要讚一讚的是 它右邊的 撲頭裝甲 上幅是動得很大 護盾 是絕對可以 獨立地動動之餘 還可以左右地搖動 當你 動敵樹 擺前臂的 可動姿勢的時候 你就可以 有限度地 動向這個 護甲 令你擺姿勢的時候 更加得心應手 當然 也可以射到上去 頂那個位 令到它真的說 動上臂的時候 將它的 干擾減到最少 令到它這裡 是接近 只是接近90度 我想88度左右 其他都是一些 異熟輪場的事情 我不多說 精彩的地方 是它這個 我叫 土腩 除了土腩之外 其實它這個位置 是駕駛艙 來的 當然 駕駛艙 可以揭開 但是它是否 為了給你看駕駛艙 而揭開 不是的 應該是為了可動 Exactly 它這條腰 其實本身 坦白說 你就這樣 滴鼠的設計 你動一條毛嗎 這條腰 對 它這一個駕駛艙 揭開 令到它可以玩多很多東西 向前屈 不敢說多 但是一定叫做 有得先動 向後 沒有什麼大影響 但向前的話 你就可以拉出一點點 令到它污下 再夾起來 相對會舒服很多 左右 又是要揭起 接著你就 可以扭了 可以扭了 它 胸口和腰 腰和褹 都有一個獨立的分角 所以變成它動的時候 不是說動得很大幅度 不過你兩邊關節都一起動的話 就令到它 那條腰的扭動的幅度相對比較大 接著 要撐一撐的另外 就是這一個 裙甲的關節 同樣地在前面 都是可以向上揭起 向上揭起之餘 下面的兩幅 都是可以向上揭起 令到它向前踢的時候 的影響就減到最低 不是說沒有 那當然兩邊 裙甲揭起 你就大概知道 它向前踢 就可以踢到90度了 真的 兩邊是軟的喉管 動的時候 亦都很坦白說 總是有少許障礙的 所以 這裏已經脫出來了 哈哈哈哈 對 預理脫掉的 不用擔心 放進去就可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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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marking呢 那些索衣鐵呢 走到身都是 是啊 是啊 很用心 不過 它既然其實前面的裙甲 這個就要彈了 真的 動得這麼精彩 你老美 你後面這裡 你不斷做一幅 可以向後動 做一幅 前面就跨了 我又不敢說 它的影響是很大 但是 因為喉管會頂著後面的裙甲 這個擺幅就是極限 對 變成會有少少影響 當然 你說這裏 既然前面已經列到這樣 你後面做一個 做一個 關節 割出來 向後動 那你已經一字馬 大哥 分了 一發出來 對 它可能就是擔心 這個擺武器的位置 對 你就要 比較大的一幅 割出來 就影響了外觀 所以就犧牲了 但怎樣也好 我就覺得 不是差很遠 當然 不是說它 幅度不大 但是 可以再做好少少的 其他 譬如說 這裏 有一個橫切 腳腕 它本身前面 這個 護甲力可以揭得很開 你就會看到 本身這個 腳腕的關節 的設計 向前 就完全不用擔心 向後 就很抱歉 始終都是會頂住 左右呢 左右就 非常之好的 特別是向內屈 因為本身 其實你看回它這個 我叫腳腕 或者後腿的設計 它這裏的幅度很闊 令到它的腳掌 左右移動的影響 就沒有那麼大 所以 貼地性 不用擔心 所以整體來說 除了向後 和頸之外 整體的可動性 是絕對水準而上的 好了 接著 交給水哥 可能掛炮 這些路路 對 這支炮的設計 設計 已經留了 鏡頭影響 這支炮 不管為何它可以掛到 因為這裏設計 可以有一個新型 這裡可以拔出來 這裡有摺膊頭 可以把它掛在機身上 哪個位置 對 肩膊頭 對 在這裏 在這裏 吃得固定嗎 那裏是摺膠 所以是菜鋼 所以都很固定 對 可以這樣 直接放在這裏 這個設計 我覺得這支槍好像跟它很搭 對 反而比我搭配 對 我剛剛想說 你問我 放在設計 設計 還是放在敵樹 適合 適合 竟然是敵樹 因為設計 不能掛在身上 反而是 有個位置 做個位置 讓它掛在身上 平時可能都是掛在這些位置 掛在肩膊上 但我覺得很過分 又雙槍又雙炮 又掛在身上 這兩支東西 四個彈杂 嘩 蛇死人嗎 大哥 水哥 還有什麼補充 時間關係 我免得換回地上型的滴樹 如果大家有追開這個 剛剛都出了的 Johnny Riddens 大紀局 都有看到 馬沙那部滴樹的神湧 馬沙的滴樹 馬沙的滴樹 沒錯 馬沙是太空用滴樹 其實設計是很類近的 是的 但是馬沙用的 當然如果你想看 叫做類近阿寶用的滴樹的話 都可以看回 Gundam Engage裡面的一些動畫 徹底被沙殺被援龍的機體 那段我沒有記錯 其實他領受了這一部 專用滴樹 接著一開波就打沙殺被 就被馬沙強姦 我用強姦來形容 你應該看到 其實阿寶是一個王牌 即是他用這一部滴樹 去跟馬沙去對抗 不是說沒得打 但是在最後就被沙殺被 徹底壓制 接著就用奶巴說話 害怕 即是被沙殺被捉著後面 即是牽制著 接著再放浮遊炮在他前面 接著就勸他歸航 那段又真是 side story來說 我覺得Gundam Engage 真是很好看 今晚就差不多了 始終都是Brian生日 我們不敢玩太晚 都要交人的Brian 差不多了 今天是節目時間 是的 記著 也是這個星期才變造星期四 下星期五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未看到Live 多點分享 訂閱 按讚 和留言 很快提一提 很多想問 關於小丑二的影評 我是未看 所以 有看的打算 哈哈哈哈 因為上個月 今天是有人問 今個星期有人問 我看了嗎 下星期五 你看了沒有 我看了 我沒有看打算 我看了 我看了 沒有的 你說看 我封背 看了 我看早場 下星期五 我說看早場 下星期五 說小丑二 可不可以看 好 我也在這麼多的 信眾要求之下 信眾要求之下 不是 在這麼多人負評看下 到底是真的有什麼問題 因為 必定有個原因 我聽過一個評語就是 不知道拍來做什麼 意思就是 好像說不到一個故事出來 好像評價上一集那樣 但是本身是沒有一件真正的事 這個小丑 沒有真正做了第二件事出來 我今天看了一個挺好笑的 在外國的評價 就是 為什麼會拍小丑二 原來就說 因為有一天Walking Phoenix 發了個夢 關於小丑二的劇情 於是就提議 不如拍小丑二 應該不是 但這個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應該是片影公司要拍的 我直接跳過所有事情 直接說一個 坊間 挺獨特的評論 就是說 小丑二 和這個奏述回戰 是一個原作者 對於監製 或者 凶宿 或者編導的抗議 和抵抗 這個我不相信 本體 我不相信 為什麼呢 因為作為站在前線 演員也好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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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做好演員 我不會專門做得差 因為那間公司不好 我專門做得差 是不會的 因為我演員的特質 就是 無論多難 我都要做好它 這就是演員的價值 但我想想想 沒有什麼特別 為何他拍下去 劇本會通過 這就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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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是說演員方面 不是說演員出問題 其實很簡單 劇本出問題 其實很簡單 如果當你第一部戲 你的成本價是大約八千萬美金 但是你收了差不多十億美金 第二部跟那個導演 是跟那個電影公司去談的時候 很自然就是 他會相信你 就是他會相信我 就是他會相信我 反過來 什麼時候會 下手下腳搞很多事情 就是 你是新人 或者是一個新導演 你沒有往職 或者你的往職很普通 他就會有很多事情控制住 所以這個 上次你收到這樣 連影底也拿了 你作為電影公司 我為什麼還要搞你呢 就是想著你會可以 就是搭一個演員名 已經付錢 是啊 就是等於八十年代 你掛周潤發的名字 劉德華的名字 你已經賣了 周潤發的名字 就多少錢 如果他拿了兩支槍 拍了Postar 他就可以給多多少錢 那時候是這樣賣套的 這個就是 例如有Walking Phoenix 有那個導演 再加上這些加價 這個應該是無敵 沒有話跟你說 無敵 那看不看好嗎 我看 如果有這麼多人 下個星期會 看早上就好了 看早上 我也建議你看早上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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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推薦了大家看 AGAFA 第五集 好看 看 奇魔 第三集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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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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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星期四 我怕很多人未看 所以就 只能夠說是 有好看的第二集 第二集好看的第一集 然後第三集 好看 我覺得三集都要追著看 總之不劇透 可能有些朋友 阿滴都未看 所以我告訴你 第三集的尾就是 蛤 這樣 這才精彩 哈哈 我重新審視我對壞人的理解 原來壞人是這樣 是呀 怎樣才可以去到壞人 因為我們在很多電影裏 其實不是真的壞人 它只可以做壞事 是 但是一個壞的人是怎樣的呢 這次我出生 究竟有哪些電影裏是壞人 哪些電影裏是壞人 哪些電影裏是壞人 只不過是一個做壞事的普通人 是呀 還有就是阿滴第五集 其實今集 時間 如果我沒有記住 應該是這麼多集裏 最短的一集 是呀 只有半個小時了 但是呢 資訊量是爆發 特別是最後那幾分鐘 還有今集我很喜歡的 今集我很喜歡 不過下個禮拜 還有第六集一次過說 另外呢 也要看一看 有些司令都問了 說不說阿滴第六集 110加111 今天時間關係 我們下個禮拜說 總之就是這一對 叫做阿滴 不要這一隻 這一對 最好 最後要補出的是 水哥這一隻滴鼠的QC是很好的 我在坊間見到一些朋友 在那些白色地方有一塊塊 很可憐 二印有些歪 那這隻沒有 這隻沒有 這隻很漂亮 另一隻呢 你哪隻呢 你哪隻呢 我未正式開 你有沒有一隻出來 好呀 那麼希望再見 大家給個like share subscribe 還有給點comment 下個禮拜五見 下個禮拜五見 有什麼留下拜山再說 那些說 摩当然 TôiSTVをご覧の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 сюда呢呢です The仮面ライダー展の 海外初展示となる香港での開催 スペシャルアンバサダーに就任できて とっても嬉しく思います 参加できたこととても光栄です インキュベースアリーナにて開催中ですので ぜひ足を運んでください 待ってます